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看見最後的天記面王 現在就是在響和街的車房 工程公司等 現在很多時候在這裡鑽著很多餐廳 但這裡都是車房的 但就轉圈看看 五錦堡 綠色門面這裡 看看樓上 又凍子過後 又來一宗洩漾 真是慘 響和街第一滴血 全灣這裡響和街大部分的店舖 車房轉型食肆、零售 都賺錢 0044間就虧讓 沒辦法 一年底就業主很多急需 總之就買了 1720萬就沽了 1785萬買入 現在是2021年12月22日 星期三 下午1點54分 註冊成交堅 這個響和街24至64號 好景樓地下的8號鋪 即42號鋪 建築面積700呎 整容大約465呎 門闊大約13呎 深大約50呎 租客就是這個天記 這個綿王幾大間市場正正正的 圖立刻上去資料 可以看到 租金42,000元 租期到2023年9月份 註冊成交出1720萬 回報大約2.93厘 樓齡就大約50年了 業主日日報放手 記得找我 很努力地買店 不停地買店 原本業主日 2015年1月份 就用17850萬 給這個雪藥 沒辦法 這條街 響和街全部都車房短 近年一直不斷轉型 全灣西有很多住宅落成 這些都越來越旺 聽說回來也不難租出去 租金不要太高 但是四、五萬元 不難租出去 附近一個成交比較 最近2021年5月份 註冊成交出響和街 有一個店叫牛圓 牛圓 一個餐廳 租金50萬元 回報2.93厘 成交了2380萬 那間的時候 闊大約15尺 內闊11尺 深就50尺 跟這間差不多 那間就賣了2380萬 所以這間1720萬 我覺得這間很划算 我覺得很划算 如果你說1720萬 大約6.5分 7分位 我覺得今次這樣 過了下一年的時候 浦市王這個位置會賺錢 我感覺一個7分位 都7分位 這個好位 這個好位 車房也好 食肆也好 零售也好 那裡都可以的 人就沒什麼 但很多人不會特意在那裡消費 又容易泊車 不差的 好了 我知道這個業主 也有其他店在放售 其他都比較急售 什麼原因都好 總之就 恭喜買家這間是漂亮的 這間是漂亮的 好了 總之 又沒有放手找我 多謝買家 恭喜買家